武汉长江大桥是长江上第一座铁路公路两用桥 上层为公路,下层为铁路 它不仅是武汉重要的过江通道 同时也是长江南北铁路运输要道 连日来,湖北武汉出现冻雨和大雪天气 在极端天气下,江面上的桥梁极易结冰 影响道路通行 有一群护桥人,他们无惧风雪 清除积雪和异物,确保陆畅人安 记者在大桥上看到 身着橙色衣服的环卫工人们 在雪的硬沉下格外醒目 他们或手拿铁桥铲雪或铺设麻袋草垫 据武昌区大桥清洁队 大桥清扫班班长介绍 环卫工人们非常有经验 对于往年一些易结冰的路段封口地带 会提前预洒溶雪剂,防止结冰 为了迅速高效完成长江大桥溶雪作业 武昌城管大桥清洁队 今年首度启用大型除雪设备 武昌区城市管理执法局宣教科负责人非凡表示 这款除雪车主要承担长江大桥溶雪保障任务 连续作业能力是普通撒布机的两倍 它这台车可以装载15到20吨的溶雪剂 然后跟以前的一些机械相比的话 它的撒溶雪剂的范围更大 然后它可以在前面一边除雪的情况下 后面再同时撒溶雪剂 这样的话效率来讲的话也更加的高效 在武汉城江大桥下层铁路桥 武汉桥工段的工人们接力维护铁路运输的安全平稳 这是武汉梳里的一个主要阴河通道 它主要是临接京广土塑线 然后是汉丹线 五九线 这几条主干线的临接 毕竟知道是一条日常交通非常繁忙 据武汉桥工段武汉长江大桥 车间副主任刘浩然介绍 大桥的检测和巡检工作有20多个项目 遇到风雪恶劣天气 不仅要加密检查桥梁设备 重点盯控消防水管 桥梁两端温度调节器的伸缩状况等 还要及时清理桥梁安全通道 和明桥面线路上的积雪 寒冬时节 江面上的寒风如同冰刀一样 让人无处可躲 而武汉长江大桥的护桥人 日夜守护着大桥的安全畅通 它的桥面温度可能是比我们城市地区的 体感温度要更低上一些的 所以桥面更易结冰 在这样的话也无限中增加了 我们黄园工人的溶雪防洞的难度 因为江面比较空旷嘛 这个风力比较大 所以人的体感温度肯定是比 其他的地方温度要低个两三度 这是很明显的特征 结冰这种情况都是比其他地方要严重一些 所以对设备的考验也是更大一些 要求我们检查的更仔细一些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